好 漂亮喔 人家去帽子 人家可以吃 宇宙一年不可以吃 好 來 畫這裡喔 婆婆媽媽或半蹲或彎腰 擺出POSE 談起以往的鳳茶 居民你一句我一句 回憶過往 屬於老一輩的記憶 現在全都畫在南崁後階牆上 很有意義啊 想得到像這樣 跟以前實在一樣 廚兵有菜粿啊 有火 有人要喝茶啊 這樣坐涼啊 對嗎 坐涼這樣就很好 看來這個土就是像以前的 這個公所的 鞭片的過程 一樣喔 一樣 一樣 位於桃園市盧竹區 南崁後階的彩繪 全長約80公尺 共有六幅 包括盧竹莊藝廠 鳳茶 婦女年米 孩子跳完翻格子等 不少居民 邊看話邊回憶 直說 那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樣子 連車子進入窄巷轉彎 都讓人捏把冷汗 以前後階暗又老舊 如今彩繪後變乾淨 而另外一邊 仍能看出 舊有宰相的陰暗 里長笑稱 這以往也被稱為摸乳相 因為要交會 一定要插身而過 南崁近年來都市化發展迅速 高樓大廈一棟接一棟蓋起 人口也不斷湧入 早年的生活型態已不復健 為了讓居民保有早期記憶 瞭解以前的生活方式 里長發起彩繪 強調要有古早味 一些長者 中間都來跟我們說 來等待我們 高級我們南蓋 古早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去想說 路底爭藝 我覺得我們有些從來 爭埋的柳枝 有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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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孩子的套館 也沒過 為什麼要這樣 古早真的 日後古早很多里面 都來這裡一直 來看這個彩繪 因為彩繪很多人在爭 但是沒有人會 去爭埋這種東西 不過這議場 到底是什麼 引起不少民眾議論 有些人少年培 仅存了老照片说明一场存在的事实 南侃后街在里长结合社区力量下 共同在墙面彩绘出早期农庄生活的凤茶文化 以及儿时的跳格子游戏等彩绘画作 桃园市长郑文燦也认为 明亮有特色 适合学生校外教学 未来更可以多加规划 让都市后街可以更明亮 后巷的美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去看看像大溪或其他几个地方的后巷美化 那也可以在我们卢主推动 那将来可以配合下水道的接管 那么让后巷可以成为一个 这个都市不再是一个脏乱的角落 而是变成是一个很明亮的地方 改变住的环境从凝聚社区居民开始 不仅环境变美丽 更能成为特色景点 吸引各地民众一来怀旧观光 民事新闻周炳宇 桃园报道